台中五全交流道在下交流道转弯时 突然黑色车靠近而且朝车 车子从右侧迅速移到了左侧的车道 就在这个时候车子失控撞上了护栏 车体摩擦了护栏 车身的后方还翘起 随后车子回到了车道上 减速继续向前行驶 目击的后方驾驶行车记录器 拍下了惊险黑色车致撞护栏的过程 在过弯时通常车子会减速 但是黑色车要超车 它加速之后 整个车子失控导致了自撞 还好没有波及到其他的车辆 造成伤亡 不过惊醒的过程 已经让后方的目击驾驶吓坏了 东森新闻在台中报道